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国际局势中的一些重要事件 涉及乌克兰战场、俄罗斯的战略行动、西方国家的援助政策 以及拜登总统的最新决定 我们将以大雄特有的幽默风格为您带来一场充满信息量的解读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战场上的最新动态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统计数据 战争已经进入第883天 俄军的损失令人瞠目结舌 1230名士兵阵亡 26辆装甲车、79辆军车 11辆坦克被摧毁 另外还有两个防空系统被击毁 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乌克兰战场的惨烈 也揭示了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压力 面对这样巨大的损失 俄军士气低迷 很多士兵甚至觉得自己被派去乌克兰作战 就是一张单程票 英国将军罗利、沃克的分析 更是给俄军泼了一盆冷水 他认为 俄军若想完全控制顿尼茨克、鲁干斯克、杂布罗勒和赫尔松地区 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 并付出180万士兵的代价 大雄不禁感叹 这样的代价简直是天价 而且现代战争早已不是靠人海战术能够解决的了 乌克兰指挥官奥列克·桑德尔皮弗莲科也认为 随着装备和资源的耗尽 俄军在一个半月内将不得不转入防御态势 那么俄军为什么还要继续这种自杀式的进攻呢 是为了展示力量 或许是为了国内的政治需要 但无论如何 俄军的行动在国际社会上并没有赢得多少赞誉 最近 俄军再次派出57辆装甲车 试图进攻乌克兰阵地 但结果却是一次大惨败 乌军成功的摧毁了一辆坦克 一辆BBM装甲车和一辆BMP步兵战车 打死23名俄军士兵 并打伤了29人 这次失败不仅暴露了俄军的战斗力问题 也让外界质疑其战略意图 在阿富吉普卡方向 俄军的进攻同样遭遇失败 乌军不仅成功摧毁了俄军的装备 还在赫尔松岛上阻击了俄军的登陆行动 最终击沉了俄军的船只 这一切都显示出乌克兰军队的诸业战术 和灵活应对能力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 鼓励腾丘克甚至调侃到 敌人只懂武力的语言 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 是乌军对俄军固执战术的不届 与此同时 俄军内部也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据传 俄罗斯蒂涅伯战斗群指挥官 米哈耶尔特布林斯基上将 在一次袭击中受伤 这不仅加剧了俄军内部的不稳定 也反映出了俄军在战场上的指挥层面 面临的问题 更有消息称 俄军正在将装备从克里米亚西部 转移到克制大桥附近 这显然是为了防备乌军可能的进攻 特别是担心乌军的F15战斗机到来后 会对其防空系统和其他的重要设施造成致命打击 而在西方国家方面 支持乌克兰的行动也在加速推进 波兰宣布实施第45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大量的弹药和10架米格29战斗机 这些援助不仅显示了波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也表明西方国家正在逐步的增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 同时捷克外交部长也表示 他们的弹药倡议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金 能够为乌克兰提供50万枚炮弹 西班牙荷兰等国也计划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 包括鲍尔坦克和英式防空炮台 更有意思的是 这期国家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这些资金将由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资产收益来偿还 这一消息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仅限制了其财政资源 也表明国际社会在对俄罗斯支加更大压力 同时欧盟委员会也拒绝了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解除对俄罗斯 卢克石油公司制裁的请求 这显示了欧盟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这些国际援助的背后 是各国对乌克兰局势的深刻关注 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捍卫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各国的立场和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美国 拜登总统最近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他将不再竞选连任 这决定震惊了全球 因为拜登此前一直表现出强烈的连任意愿 在白宫妥言型办公室的演讲中 拜登表示 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继续领导国家 但为了美国的未来 他愿意放弃个人的政治野心 把火炬传递给新一代领导人 他还特别提到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是一个有经验 坚强且有能力的领导者 拜登的决定不仅是个人的决定 更是一种政治策略 显示了他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担忧 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捍卫 他明确表示 在剩下的任期内 他将继续的团结国际联盟 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支持乌克兰的自由和主权 这一立场不仅得到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 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拜登还强调 他将继续加强北约的力量 使其成为对抗俄罗斯的坚强后盾 对于拜登来说 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就是与自由和民主站在一起 这也是他决定 不再竞选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这一决定 拜登希望展示美国 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并为下一代领导人铺平道路 总结一下 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风云变幻 尤其在乌克兰战场和美俄关系上 表现的尤为明显 乌克兰武装部队报告称 俄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包括1230名士兵 26辆装甲车和11辆坦克等装备 尽管如此 俄军仍然坚持进攻 但其效果并不显著 甚至在阿富士夫卡和赫尔松岛等地 遭遇了严重失败 乌克兰展示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和战略灵活性 成功阻击俄军多次进攻 并且显示出在现代战争中的战术优势 在此背景下 西方国家的支持对乌克兰显得尤为关键 波兰宣布第45项军事援助计划 提供大量弹药和战机 捷克也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50万枚炮弹 此外 这一期国家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欧盟则继续对俄罗斯施压 拒绝解除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 这些措施不仅帮助乌克兰抵御侵略 也进一步的孤立了俄罗斯 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这一决定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 他希望将领导权交给新一代 并在剩余任期内继续支持乌克兰 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他的决定反映了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关注 也显示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 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坚定立场 总体而言 乌克兰局势依然紧张 俄军面临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而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为乌克兰提供了重要的后盾 拜登的决定进一步的表明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尤其在支持乌克兰和抵抗俄罗斯方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是关键时期 各方的行动将对未来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际社会需要密切的关注事态发展 保持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和捍卫 总的来说 当前的国际局势充满了变数和挑战 乌韩战场上的局势依然紧张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 拜登的决定虽然出人意料 但却为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接下来几个月将是至关重要的时期 各方的行动将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预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各国将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乌克兰 无论是军事援助、经济支持 还是外交涉压 都会成为影响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压力 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 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大雄认为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舞台上 每一个国家和领导人的选择 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 我们需要保持关注 继续追踪事态的发展 分析每一个关键决策的背后 动机和可能的影响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大雄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国际时事 分析和报道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 让更多人了解这场全球大戏的最新进展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